你们有没有早上起来 必做的一件事 给张一帆化妆 就是每天起来 必做的 就一个个人习惯 我这是不想有的习惯 什么 比如说我早上起来 我一定会是空腹 先一杯热水 然后一杯黑卡 我是早上起来 一杯冷水 冰淇淋 这个胃扛打 不需要吃个甜的 面包会有蛋糕 我早上只能吃咸的 刘燕妮吃小龙虾 吃牛排 吃那个牛油烤串 习惯老好了 有一天我晚上点烧烤 她说你不要点这家 那家好吃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有一天早餐点 好好吃 我说谁会早餐点烧烤 真的不挑 看心情吃早餐的那种吧 那你有什么东西 早上不会吃 没有 能不没有问 在中国 我吃面包 巧克力酱 鸡蛋 每一天 在泰国的时候 跟妈妈在一起 所以有妈妈做饭给我 你在泰国吃什么早餐 妈妈给你做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就说她的名字 你就说她的名字 真的 那时候我搜一下 吃什么东西 可以是早餐 中午晚上也可以吃 就跟咱那个辣子鸡似的 早中晚都可 真的 九层塔炒肉 给我找到了 你咋拼呢 那个泰式炒粉是pattai pattai就是patt pat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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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个鸡蛋 早上啊 我是没啥 我就早上喜欢起来吃些怪东西 就还好 螺蛳粉呢 啥的 对就是每天都不太一样 可能今天早上起来吃藕粉 芝麻糊那种比较养生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那个 螺蛳粉呢 是你 是你 哦对一定会做的话就是那个 会那种手撸头发 我想说他早上起来的发型就是很精彩 因为咱们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是短发 然后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像超级赛亚人 真的超级赛亚人 是这样立起来的早上头发 他头那么高 然后他早上起来那么喜欢这样 就很ma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man 很man 加了水之后 你这样我就看清楚 我就 我说这个人是 嗯 那是他的睡衣好可爱啊 你看他的睡衣 哈哈哈哈 好可爱 他穿到那个花边的睡衣 然后那小裙子 然后沾水 哈哈哈哈 第一天从飞养人开始 哈哈 每天都很好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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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